和你所说,其实不同的板块 近期开始都传一些好的消息 比如昨天美市广告夹上来 都是靠一些科技 和内房都是比较强 内房刚才你说了 现在传有很多政策都似乎是想松一些 或者是想慢慢缓解整个内房的赞华危机 当然不是说一时三晚立刻解决 但我都觉得有机会最坏时间 其实慢慢过去了 因为今年又回来这一刻 到现在为止 其实内地对内房的政策是松了 比去年四季没那么紧 这个都是慢慢好一点的现象 慢慢看法是乐观一点 因为正如刚才都说 其实本身去年年底 在这么严重的一个 就是这么艰难的环境之下都好 其实都说过很多次 内地不是说要令内房崩溃 因为始终内房一崩溃 或者是一个很危机出现的爆煲的话 其实牵涉的不仅是内房 可能是金融或者整个内地经济都会有个冲击 所以其实一直都说 不是说完全有他们去爆去成的 但只不过当时就没有太多政策 是怎样走怎样走 所以那一刻都不断提到 不要选内房了 不要碰了 但其实年头回来这一刻 过去都说过看法上有点转变 当然比较稳定或者好的 一定是选择一些 有约企、国企、央企背景的内房 比如你刚才提到的六百八、1109这些 本身在资金实力上说的都比较强 也不是说太重的 那个债务危机在身上 而连接近期很多政策 其实对他们都是有个利好的 就是不要说最新的 预售金的一个放宽 但是你说赖钱多一点点的 比如过去说三条红线的计法 因为始终过去曾经也说过 如果未来内房是出去 同业有些收购兵购 是所谓帮助同业化解危机的收购兵购 这些是不算在红线里面 这个其实都会加添了 刚才提到一些 比较国企业务实力强的内房 那个出去买的那个吸引性 或者是由因 因为过往不肯做 其实他们不是没有钱 或者是不是说怕 完全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很怕买回来之后 会继续到红线里面 令你本身不踏线 变成踏线 其实如果你说已经有这个 因素撇除了 不需要这样害怕的话 其实他们是更加有那个 就是由因出去买东西 还有买的地方就是 可以对中线来说 其实对这些强势力的内房 再加多一些项目 在他们身上 那其实那个增长前景 是更加理想 所以为什么呢 其实股价方面来说 刚才提到这两只 68109 是特别强的 甚至拉上就算民企也好 但是本身背景比较强 例如龙湖 其实这些股价是比较强 因为他们是比较大机会去救人 不是让人救了 所以股价一直会比较强 这种人士因为它们是比较出色的 智侧站 我们给达看 这种人士役力是 我们前面预计的